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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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官兵的 走 大人… 幾位官爺大駕我們富貴賭坊 不知道有甚麼事 當然有公事 這裡是不是有個叫金大夫的人 我就是金大夫 快點… 你不是楊章關的下屬嗎 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裡見面 原來要找的人就是金胡子大夫 金大夫,請跟我們入宮走一趟 誰病了 是否後金國的人 是,請金大夫跟我們去 等一下 小孫,小孫 小孫 行嗎 金大夫,你要的東西 走吧 請 各位客官 怎麼樣 不好意思 本島坊今天暫停營業 為大家造成不便,十分抱歉 大家在帳房裡拿些補償的人 那就走吧 我們應該怎麼做 儘快打點一切,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是 皇上,金大夫大到 請 有選金大夫 草民金苗人參見皇上 平身 謝皇上 你就是後金國烏敦親王提及的 那位金大夫了吧 是 你們認識嗎 草民昨天在街上遇到他 當時他已經有中毒的跡象 我勸他職場言辭 他不肯聽 草民唯有留下聲明 如果他有需要 就可以來找我 為什麼你會知道他中毒 當時親王身上 已經出現一些輕微中毒的跡象 既然你知道他中毒 為什麼不及早幫他治理 會不會是你下的毒 草民是個大夫 只會為人治病 怎麼會下毒呢 對了,楊將軍 這次你想得太多了 得罪了,金大夫 不知者不罪 我告訴你 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 癡鵝幽蟲毒液 當幽蟲被觸碰的時候 毒刺就會斷落 毒液隨之流出 就會進入到人體 由於極為細小 很難被察覺 既然是這麼小 你為甚麼會知道 草紋在親王的手上見到的 親王的手上有一個小針額 應該是癡鵝的毒刺 穿過所造成的 我們只是檢查親王的身體 並沒有留意他的手 難怪找不到中毒的傷口 這種毒液超過十二個時辰之後 就會流入五臟六腑 中毒的人會七孔流血而死 那你有辦法解這種毒嗎 這種刺我幽重的毒液 乃天下其毒 沒有藥可以解 你說甚麼 王子稍安無草 雖然無藥可解 但金謀也有辦法 將他的毒液排出現 那事不宜遲 請金大夫盡快去辦吧 等一會 金大夫,你先過來這邊 金大夫,皇上叫你過來 你聽不到嗎 你真是有把握將烏敦七王的毒除去 匯皇上,草民有把握 阿拉罕王子,金大夫說 隨時可以幫烏敦七王治病 但是本王有一個請求 懷望阿拉罕王子可以成全 你想跟我說條件 阿拉罕王子是個聰明人 一定會明白朕在想甚麼 好,我也不跟你計較 阿拉罕王子,只要可以治好皇叔的病 我和公主的婚事,就宣宿 侯金閣還答應跟我過簽訂和約 一切都照你們去做吧 這是甚麼 這是吸血水質 水質,這樣會吸光我皇叔身上的血 你這個容醫,跟我拖 皇子釋動,這些水質雖然容貌丑陋 但是它有吸走毒性的特殊功效 小人願意擔保 這個方法一定可以治好烏敦七王 否則金某願意替你皇叔功夫王全 皇子,你就不要再懷疑了 可不可以救回烏敦七王 就是一信之隔,再懷疑 恐怕金某都無能為力 好,如果皇叔有甚麼不測的話 我一定要你們大明的子民陪葬 請你讓開 高官 Florence 回望 守護兵 祈禮 為何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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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你看,果然有效 王爺,請你睜大眼 王爺,我們又見面了 發生了甚麼事 阿拉罕王子 王爺,請 恭喜皇上 從今天開始 大明國與後金國就達成和盟 從此就是盟友了 走 這場風波總算平息了 金大夫,這次幸運又來 就不想賜你黃金千兩 謝皇上 微臣有個建議 楊將軍請說 經此一事 足以見到宮中的御醫人才缺乏 幸好遇到醫術高明的金大夫 才可以化癌為基 不如就請金大夫留在宮中 為皇上效命 楊將軍真是知朕心而 朕精有此而 金大夫,你願不願意留在宮中 這次離京就是想一顯身手 因為知道宮中招聘大夫 草民無遂自賤 好 朕封你為宮中御醫 專門聽後朕的差遣 謝皇上 朕封你為宮中招聘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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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幾乎幹幹 是本將軍的一個孤人 是誰 一個不應該再在我面前出現的人 是嗎 那這個人不是你的仇人 就是來向你討債的人 討債? 他扮甚麼 我十年前已經放過一條生路 這次再回來,只是自盜負氣 但是十年人事多翻身 這個人恐怕已非誤下阿蒙 將軍,你要小心替防 甘大夫,跟你聊天真有趣 給次… 甘大夫,準備好了 在下告辭吧 招呼 將軍,這位甘大夫很可疑 他是李學齡 他是李學齡? 他絕對不會一個人入境 快點查知那個人 係 請問, 你知不知道這間賭坊 為甚麼這麼快結業呢 不知道, 那些中大派銀行給賭客 那你知不知道老闆是誰 我只知道最近回了老闆 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將軍 情況如何 富貴賭坊已經停業, 人許流空 原來如此, 這間賭坊開了多久 據附近居民所說 這個賭坊開了一段時間 只是好像換了老闆 那我明白了 請將軍指點 這個假的劉添翟這次入宮 除了太公主解除婚約之外 其實就是要跟金狐子私通 她的賭坊以賭錢為名 其實就是跟金狐子互通消息 那我們怎麼做 不用急, 我已經想到萬全之計 你學歷, 你有九條命 就要你死九次 將軍, 你辛苦了一整天了 來吧, 先洗個臉吧 謝謝兩次 怎麼了?我的臉很骯髒嗎? 不是 那你為何要這樣看著我? 因為你漂亮, 所以看著你幾眼 將軍別開玩笑了, 我老了很多 沒有, 哪有老呢? 跟我第一天見你一樣漂亮 是呀, 我今天遇到金狐子 金狐子?是原創園的金狐子、金大夫? 他來了京城嗎? 他來京城當御醫, 他沒有找過你嗎? 他沒有, 我不是跟你說過的 是呀, 當日他有病在身 我一直都沒有見過他 契良不是見過他嗎? 是呀, 契良自從從那裡回來之後 病情就好了很多 說回來, 我們還欠人家一個人情 這個人情我已經還了 皇上答應讓他入宮當御醫 真的?契良如果知道的 一定會很高興的 他一定會 嗯 對了, 契良近日身體如何? 還有沒有頭痛嗎? 已經好了很多了 明天, 他還要我陪他 去白雲寺參神 是嗎? 但他不是每個月十五才去白雲寺嗎? 契良昨晚發了一個噩夢 他說自己心水不靈, 想去祈福求安 方昇 公主, 替你介紹 這位是幫了我們大忙的金大夫 草民參見公主 金大夫是關外人嗎? 他是漢人 我姓金, 他們都叫我金鬍子 你的頭髮和鬍鬍子都是金色的 說來話長 那不用你說了 人家怎麼都叫幫你解個胃 多謝人家了 多謝金大夫這次幫我們忙 一切都是天意 對, 連天意也幫我 他在等著打賞嗎? 當然不是 那他為何不走 不是… 怎麼了?公主 怎麼了? 他為何像牽蝦 公主, 你的哮喘病還沒根治嗎? 你…你怎麼知道我有哮喘的? 是劉大人告訴我 那你怎麼知道我有哮喘的? 我聽到公女秋紅的話 你為何是問公女秋紅關於我的事? 因為我想… 你想做什麼? 我想知道一切有關你的事 你想知道我的事? 那以後親自問我就行了 不用在公女問詳問短的 實際上, 這個治療 敲喘病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藥用得不對, 每年都會復發 對…我都說了 公中的御醫開的藥根本沒有用 難怪到現在還沒好 公主可以試試虛實療法 即是第一天用虛孝放 第二、第三天用實孝放 這樣連續復用二十天 公主就可以藥都病除 真的嗎? 當然了, 露金是醫術 普通的御醫哪有得比 公主的敲喘病很快就會痊癒 太好了 如果你把我的敲喘病醫治好 你就幫助我一個大忙 公主, 嚴重了 這些是草民應該做事 時候也不早了, 我應該告退了 好 老金, 我送你 不用, 你就… 要的… 不用… 行了, 行了, 不用 要的… 行了 要的… 行了, 行了 不用了… 霍聖… 他真的想知道我的事嗎? 難道… 難道他喜歡了我? 老金, 你怎麼這麼失策 你差點出馬腳 小柳 公主看來對你很有好感 這個公主根本就是狐狸化身 我快點受她不信 一個女人對你太好或太壞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我告訴你 我再多對她一陣子 以後不做官可以改行做信壽司 十年了 故地從游, 物此人非 老金, 我們這次入宮有任務 不要滅過去了 是, 過去就等她過去了 雖然你替皇上解了為立了宮 但楊澳見過你, 她不會放過你 我們要爭取時間 現在多無自覺, 就要找到安公公 七七, 楊澳不會查到她在背後幫你 放心吧, 我安排好了 七七今天就會接我的娘離開京城 那就放心 好, 真是的 曖昧寶佑, 保佑契良身體健康 長命百歲 保佑行儀快高長大 還有 保佑學令早日沉冤得雪 阿楊澳, 你寸佛珠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下降了 母親法師 這些是給廟宇的香油淺 阿彌陀佛, 多謝養夫人一片善心 心靜好一點嗎? 來到佛門清靜地, 心境都平靜很多了 既然如此, 要求你 那夫人不如在閉寺多住幾天吧 老身正有此意 不知道琪娘打算住多久呢? 三天吧, 你不用陪我, 你回去吧 那三天之後, 毅上來接你 住遲, 麻煩你了, 到次了 楊夫人慢慢走 毅上 琪娘, 有什麼事? 回去之後, 別想念我 多吃點睡點, 好好照顧行義 契娘, 只不過是三天 說得好像生離死別一樣 人老了, 是會比較啜嗦的 不如我留下陪你, 好不好? 不要 為什麼? 我怕楊湘君不高興 有師太陪我, 你不用擔心了 我走了 那你爲上告辭吧 三天之後, 你不用親自來 派家丁來接我就行了 楊夫人已經走了 師太, 等我的人在哪裡? 一切已經準備好了, 請你跟我來 慢慢來 我們就在這裡等一會 好 是誰?是學令嗎 老夫人, 你認錯了 我不是你的兒子 來此一步 那大哥, 對不起 七七有負你的所託 好, 好, 好 怎麼樣?老闆, 有沒有七七消息? 我等了一個下午, 也沒有收到七七的飛鴿傳書 伯母, 不會…伯母沒事 別說了, 我也不敢胡思亂想 那我們幾天計劃 事到如今已經沒有退路 我打算今晚就開始行動 好, 我幫你把風 萬萬不能 福星, 這麼久以來 我已經把你拖累得夠深 這次我不可以再拖你下水了 朋友是這樣的 這個時候你叫我走了 以後我照鏡我會看不起自己 好, 你既然真的想幫我 你就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說, 一定做 今晚你哪兒都不要去 留在房裡好好地睡一覺 睡不了 你先聽我說 對這次的行動 我沒有十足的把握 萬一我們倆一起被捕 誰可以幫我完成這個心願呢? 你留在公主身邊 萬一我失敗了 你也可以幫我擺脫危險 明白嗎? 好, 你好 這裡有聯絡方法 看完之後馬上燒掉它 我走了 一切小心 你也是一樣 誰 由你的咳聲來看 因為狗咳損傷肺氣 肺虛不顧, 近日一定是酵喘 呼吸短促, 頭昏乏力 食慾不振, 須補肺固表 應服用屏風散 配以健脾益氣的香沙陸君子湯 你是李鶴靈大夫? 安公公十年不見了 你終於找到我這裡了 相信安公公已經明白我的來意了 你錯了 當年你被無憾的時候 應該與我無關 如果與你無關 安公公為何會肯定 我當年是被堪害的 我勸你, 趁未被人發現之前 速離此地 否則, 誰都幫不了你 我今晚這樣來 就不怕被人發現 今天得不到真相 我不會離開的 安公公, 我已經查出當日是你 將如意的身分和指納調換 以便救他出宮 你一定知道是誰在背後設計陷害我 請安公公告訴在下 讓你知道真相, 又可以怎樣 我以為自己平凡 談何容易 告訴你 我也知道是誰在背後陷害我 我只需要拿到確實的證據 請安公公幫我 追… 他… 有… 来 来 来 看來師兄這十年來 還有勤於練武,進步不少 大致相和十年前都是一樣 我從來沒有你這種 人面瘦心的師弟 你還怪我為了偽償 擦張教和你實惠非見史? 你終於都承認了 偽償一個這麼好的女孩 你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御醫 你憑什麼擁有她?她是屬於我的 懷逼其罪,古有名分 錯的是你,不是我 其實你不來犯我 我早就決定不再追究 是你逼我的,你多次挑撥 還入宮毀我大業 這次不要怪我出手 屁 你這個偽君子 這個仇 我李鶴靈一定會親手報的 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你如何報仇? 他要做甚麼? 豈不是我嗎? 你會知道嗎? 他要做甚麼? 你會讓我去哪裡? 你會讓我來救你嗎? 你會讓我去救你嗎? 你怎麼會讓我來救我? 冠軍及事趕到 那剛才那個人,你認識嗎 我…我不認識他 他就是失蹤十年的陰犯 李鶴靈 是他?他為什麼來找我 這個問題,安公公應該很清楚 我…我…怎麼會… 當日如意的死,我已經有懷疑 原來是你在背後幫他離開的 我… 不要再在我面前扮傻 剛才你跟李鶴靈說的話 我全部聽到了 安公公,遲到如今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做 將軍要命 安奴已經一百年多行張就武 請你大慈大悲 你…被安奴受終精尋 安奴發誓,權不多言 安公公,如果你一天不死 我怎麼可以安樂 壞就怪你太多管閒事 我… 皇上… 甚麼事 大件事了,江湖裡發生命案 甚麼 是嗎 至死原因是被人扭碎咽喉,窒息自死 沒有人看見這件事的發生經過 昨晚三更時分,安公公的房間 突然傳出一聲慘叫 我們趕到的時候 安公公已經死在房間裡 地下散滿金銀珠寶 有一個人帶著珠寶從窗口走了 這個人當然在柳夜潛入房間 想偷東西 被安公公發熱,所以殺人滅口 這種事有甚麼可能在深宮發生 究竟有沒有人見到兇手的面貌 有,這個人滿頭金髮 還有金色的鬍鬚 甚麼?這樣說就是金廟人大夫吧 金廟人? 沒錯,就是來自原倉縣的金鬍子 金大夫 你們肯定沒有看錯人嗎 難道就不會有人假冒他犯案 金園總部頭,這件案非常簡單 幾乎是人贓並獲 就是金大夫潛入宮中行屍失敗 殺人滅口 根據下官多年敗案經驗 鎮上往往不是表面一樣 總部頭的意思是… 在未調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斷言 事後我們都派人去太醫院找過 不過,金鬍子早就逃至妖妖 要不是犯案,為何不去太醫院 皇上駕到 臣等參見和尚 平身 查到是誰謀財害命,殺死安六味 回皇上,兇手已經查出是金廟人 金鬍子,金大夫? 是 這個人捉拿歸案了嗎? 會皇上,臣領導無方,疑犯仍在逃 安公公是看著朕長大的人 朕不可以讓他含冤而死 獻元七殺,聽令 臣在 朕要你全力緝拿此人歸案 是 自從衛妃一案之後 朕已經下令,加強宮中警衛 想不到還會發生這種事 傳令下去,此事不得張揚 以免人氣宮中,人心惶惶,寢食難安 臣甄臣子 命人將安公公,風光大壯 臣甄臣子 朕不可以 朕不可以 甘大哥 甘大哥 甘大哥, 七七終於找到你了 甘大哥, 七七終於找到你了 甘大哥, 甘大哥, 甘大哥 公主, 等了你很久 我要急時要出去出去, 逃脫之事 你別問我其他事情 有些事情我要問你 說吧 你跟公母子認識了多久? 一年有多 家情怎麼樣? 生死之交 那他這次入宮的目的是什麼? 學以知用, 為朝廷效力 是嗎? 公主, 你要問我日文元, 是嗎? 是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問你? 問吧 昨晚公中是否發生了大事? 你怎麼知道? 昨晚宫中發生的事是否跟金大夫有關 你還知道是什麼? 你先回答我 昨晚宫中發生的事是否跟金大夫有關 傳聞是金大夫殺死安公公 金大夫殺死安公公?不可能 放心,他已經逃走了 別以為你是金大夫的朋友,就偏幫他 我不是偏幫他,他是被人陷害的 陷害?誰會陷害一個普通的大夫? 我暫時沒有證據,不能告訴你 劉福勝,你究竟有什麼瞞著我? 請你相信我,暫時不能告訴你 你不說我知道我怎麼幫你? 暫時不需要幫我,你讓我自己想一想 我想一想,我先想一想,讓我去想 金銀銅鐵,借絕參觀,甲月並丁 全銀奉還… 什麼意思?究竟有什麼意思? 公主,我要出出宮 回來再向你解釋 秋雄 快點派人暗中跟蹤劉大人 是 賭場都關門了,去哪裡找七七 去哪裡找老金? 金銀銅鐵借絕參觀,什麼意思? 去哪裡找你?老金 劉大人,你是… 卑職是洪方,楊將軍的屬下 在原創園,我們就見過面了 是… 這麼巧,洪大人 你又想來這裡玩兩手嗎 可惜,結業了 我知道宮裡有個開檔 大人,我帶你去 劉大人,別白費氣力 卑職奉了楊將軍之名 無論生死也要帶你回去 如果你再亂來,我就不客氣了 楊將軍 劉大人,最近好嗎? 好,親餐約兩碗飯,萬萬無惡夢法 朝朝睡到安樂醒,好得不得了 楊將軍,你呢? 我就不太好了 是嗎?為什麼? 因為你朋友 我朋友?有很多朋友 人人都是豬憑狗,全部都是畜生 我都當你是好朋友,你說誰 李學齡在哪裡 李學齡?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Hogler,兩隻 你說哪隻?這隻李學齡,這隻李學真 別再在本昌軍面前耍花招 金門子就是李學齡 你就是劉福昇 一個是朝廷陰犯,一個是冒充朝廷命官 兩個都蛇鼠一窩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 雖之冒認朝廷命官乃是死罪 和本將軍合作,都還有一條生路 楊將軍 我確實有個堂弟叫劉福昇 他確實跟我有幾分相似 但早已死於非命 況且福昇這個人一生混混惡惡 不學無術,根本還沒讀過書 他也可以做官屢破其外 那你也可以做皇帝 你說什麼 再說,如果我是冒充的 早就被人識破了 莫非跟本官接觸的人都是傻瓜 知情不報,窩藏朝廷陰犯 隨便一條都是死罪 你說誰?金虎子 他原創院無人不識 認識他就是知情不報窩藏陰犯 整個原創院的老百姓 都是犯下彌天大罪 你也記罪鯛 我大人你也行,想罪鯛吃辣椒 公主駕燈 神不知道公主駕臨 有失遠刑,請恕罪 楊將軍,有禮了 劉大人,你在這裡幹什麼 弄得我四周找你 太后等著你回去 敢問公主 太后等劉大人回去,所為何事 太后這幾天最喜歡聽 劉大人說的笑話 每天都要聽,隨時都要聽 如果你強行把劉大人留在你府上 我唯有跟太后說,叫他來這裡聽 那就不要勞煩太后了 請公主帶劉大人回去 劉大人說笑話很厲害嗎 挺好的 那我就一定要找個機會 認認真真看你表演一下 我怕笑死你 還說這麼多幹什麼 快跟本宮回去 將軍,為何這麼容易就放他走 公主有太后撐腰,我還可以怎樣 是你,公主怎會知道這個地方 你竟然被人跟蹤也不知道 是悲職失職,請將軍恕罪 就算劉福星不說,我也還有一個重要的人質 我不信李鶴靈不現身 將軍高見 幸好公主你機靈 要不然福星早就已經空多吉少 劉福星,你老老實實告訴我 楊澳為何要抓你 是,你坦白告訴我 事到如今,如果你想我幫你的話 就一定要坦白告訴我 說吧 這件事遲早也要告訴你 太課題了一件事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的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 良春,孩兒不孝 良春 那大哥,你放心吧 有七七在,七七不會讓你死的 良春 毅Sir,別離開我,別離開我,毅Sir 那大哥,看來你心裡 始終都沒有我七七 那天在城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子 她就是偽上是不是 但是她已經是人家的娘了 你為甚麼還不可以忘記她 七七有甚麼比不上她 阿莉莎 阿莉莎 如果玫瑰花把我忘掉 只希望在我哭乾了以後 你會笑得我重要 你會笑得我重要 我供應你的需要 愛情在發酵 變不了棉袋 我算沙漠 蝴蝶從不看過 飛過的鳥 都說你在胡鬧 其實誰也知道 小草高攀不了 所以看到玫瑰花快樂已經是我榮耀 如果玫瑰花 如果玫瑰花 如果玫瑰花把我忘掉 只希望在我哭乾了以後 你會想到我的好 你會想到我的好 是誰也知道 小草高攀不了 所以看到玫瑰花快樂已經是我榮耀 如果玫瑰花快樂已經是我榮耀 如果玫瑰花快樂已經是我榮耀 只希望在我哭乾了以後 你會想到我的好 其實誰也知道 小草高攀不了 小草高攀不了 所以看到玫瑰花快樂已經是我榮耀 所以看到玫瑰花快樂已經是我榮耀 如果玫瑰花把我忘掉 只希望在我哭乾了以後 你會想到我重要 你總會想到我重要 你都想到我 我記得聽多說